編輯天台 今天跟大家說說如何將防盜系統還原原廠設定 一般我們會設定防盜系統的時候 我們都會還原了一次原廠設定 以免之前的設定為留在於 首先是星8,然後是9713,然後是零井,910井 這樣就還原原廠設定了 第一部份就是和大家說說 如何進入GE防盜系統的編程模式 首先按星8,然後是9713 然後這個工具的編程模式是零,然後我再按井 你看到Service燈斬就斬一下,中間一排的燈都亮了 證明已經進入編程模式 接著就是我們要輸入這個防盜主機和Receiver 它有一個Budel 曲 它用這個Budel 曲,即是一個溝通的語言 簡單來說,大家是香港人,大家都是講廣東話 這樣才能溝通得到 如果一個講中文,一個一個講英文,是不能溝通的 我們一般市面上最常用的Budel 曲 就是Contact ID 我們按2井 然後Contact ID 的曲子是13,升井 就已經完成了 接著跟大家講一講 我們接上台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數據,有什麼報告要傳給台上 剛才我們在講第一個電話號碼 現在就在經第一個電話號碼 傳上台,有什麼報告要上台 我們就去按4井 你看到1,2,3,4,5,6,7,8,8眼燈都亮了 代表這裡有8個報告 一般我們用的,我們就會是 1,這眼燈就代表警報回復的報告 2,這眼燈就是開關機的報告 第五,這眼燈就是代表 斷電,或者電池低電 電池的回復,或者電池的回復 或者電池的回復,或者電池的低電 去回正常狀態的時候 就會傳報告上台 我們就需要1,2,5 按3,4,6,7,8 這幾眼燈是不需要的 我們一般會設定這三個報告 要傳上台 然後再按升 然後又有白眼燈 這個一般我們就不需要再設定 我會再按升 這樣就離開了 第二部分跟大家說一說 怎樣去設定 上台的電話號碼 一般上台,這個台就會有兩個電話號碼 就是接駁著接駁 接駁在接駁 接駁 有響了接駁 他就經過電話線 就揭 首先揭就是第一個電話號碼 去連接接駁 然後傳一些訊號 去接駁 第一個電話號碼 我們就按0,爪 OK 然後呢 我們就會按15聲 15 星代表音頻撥號上台 然後再按電話號碼 例如電話號碼是22334455 我們按2星2星3星3星4星4星5星5星井 完成了輸入電話號碼 其實大家都看到每個號碼 中間我們以星號為雙格 電話號碼 接著就說怎樣進入帳號碼 帳號碼就是 每一個防禦系統都有一個獨立帳號碼 這個帳號碼是給這個帳號碼 去識別這個主機等於是哪個帳號碼 我們按1井 然後一般香港帳號碼是4個位置 譬如現在是4個5 如果帳號碼是5星5星5星井 這樣就完成了 接著就跟大家說 設定第二個電話號碼 第二個電話號碼 我就按6井 一樣 先按15星 即是音頻撥號 然後第二個電話號碼 譬如是22445577 2星2星4星4星5星5星7星7星井 接著就設定了 接著就設定了 接著就是 設定第二個電話號碼的帳號碼 我們剛才是這個防禦主機 剛才說的是 比如說帳號碼是4個5 我們就按7井 然後就按5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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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 然後呢 就到8井 8井就是設定 那個 鋪圖局 和那個 接著 對啦 那個鋪圖局 就是第二個電話號碼 一樣就按13星井 接著呢 10井 就是設定這個 有些什麼報告 經過第二個電話號碼 是設定上台的 10井 OK 那我們就要1 2 5 接著就 第二版 就是123457 8 都要設定的 OK OK 今天跟大家說一說 嗯 這個 Alarm Keypad 上面 會有些特別的功能鍵 我們要設定它 給客戶用的 那麼 這個位置呢 就是23井 23井之後呢 你會看到 你的燈已經亮了 那麼 一般呢 我們呢 就是 要看到的燈呢 就是4 和7 這兩個 4 是代表 這個 Panic 鍵 這個緊急鍵 而7 就代表 這個 需要叫救護車 這個 救救鍵 是的 那麼4和7 那麼另外呢 我們有機會用到 就是1 這眼燈 1呢 是代表 這個Exit 鍵 是一個Quick Arm 的功能來的 是的 那就是說 有時候可能有些 家人 就請了工人 不方便給他密碼 那麼呢 我們 亮了1的眼燈呢 就設定了 這個Quick Arm 這個功能 譬如工人打掃完 衛生 是的 可能他離開 離開的時候 幫你開Alarm 就只需要按 這個Exit 這個鍵 就可以設定了 那麼 設定完之後 需要一些功能 設定完之後 然後按Sync 跳到第二板 第二板 是不需要理回的 我們去第三板 第三板 我們呢 就需要 1 和3 這兩眼燈需要亮 那麼 6、7、8 我們是不需要的 是的 那麼我再按Sync 跳到第四板 那麼第四板 我們沒有任何東西 需要設定的 再按Sync 那麼就離開了 今天跟大家說 就是 開啟動防盪系統的時候 我們這個系統 會有一個Delay Time 讓你離開 或者進入的時候 有一個Delay Time 讓你去關閉防盪系統 那麼 Location Code 是24 正 然後呢 最少的秒數是30秒 出和入都是30秒 那麼我們首先 現在就按Entry Time 就是進入 即是 當你 那個防盪系統 開啟動的時候 你要入回公司 或者入回家 去關閉防盪的時間 那麼如果是30秒 我們就按30星 然後就到 開啟動時 離開的時間 若然都是30秒 都是30星 OK 然後按醒 那麼就設定好了 接著呢 就跟大家說說 如何設定 那些防區的類型 那麼 一般我們常用到的類型 防區類型 就有三種 第一種呢 就是有Delay Time 有延時的防區 第二種呢 就是即時的防區 第三種呢 就是24小時 無聲的防區 那麼有什麼分別呢 一般我們 那些防毒系統 開關機的時候呢 會那個keypad 按完密碼 會經過的防區呢 我們就又會 設定它為 現時防區 那麼呢 即時防區呢 就是 當個防毒系統 Active 了 著了的時候 那麼 一觸發的時候 就會立刻 響到警鐘 就叫做即時防區 那麼另外一種呢 就是24小時 無聲防區 那麼一般我們應用呢 可能是一些 廠房的後門呢 那麼就正常是 沒有人 應該 應該沒有人 在那個位置 進出那些門 那麼一開了那隻門的時候呢 那個警鐘呢 就不需要 在設防 EDIVAY 那個Alarm 那個系統的狀態下 就即時會警暴的 那麼呢 我們就首先講一講呢 就是1至8個防區 那麼它是 怎樣去設定 那個防區類型呢 那麼我們就按25井 那麼首先我們就是 第一個防區的類型了 那麼剛才所講 3個防區類型的代碼 3就是延時防區 6呢 就是即時防區 那麼就 7呢 就是24小時 24小時無聲防區 那麼 比如我現在是去到 設定第一個防區的時候呢 我設定它是3 延時防區 再按升 就跳去第二個防區的類型了 設定第二個防區的類型了 那麼我第二個防區 可能都是3 就是延時防區 然後呢 後面可能就是6 就是這個即時防區 第四個防區 就是6 即時防區 那麼如此類推 那麼如果是有些防區 是24小時無聲呢 那麼我按7 再按升 那麼如果我們設定呢 9至16 就是 它的位置呢 就是 27 井 那麼 又按了27井 進去呢 就看到這板 那麼就是 設定第9個防區的類型 那麼就根據剛才的邏輯 如主類推 這樣設定 設定 然後按升 就按正 離開 跟著呢 跟大家說呢 就是 怎樣更改這個 install code 那麼每部機 GE的防腦主機 原廠出來的 install code 都是9713 那麼 譬如我們要更改第二個 密碼 那麼我們要按 42井 然後呢 四個位的install code 譬如我現在 要設定1234 1升 2升 3升 4升 4升 1升 4升 4升 改了 installer code 變成1234 4升 接著現在跟大家說一說 怎樣 去設定一個 optotask 的功能 那些optotask 功能呢 是 用在定期每一天 我們有一個訊號 傳回到台上 那就是 檢查電話線 證明它沒有斷 那麼 那個 location code 就51井 正 然後按 0 升 1 升 然後按 請 離開 這樣就完成了 那麼這個 剛剛這個設定呢 我們定期 一天一次 一個訊號 上台那裡 是